当地时间12号 一架M346军用飞机在波兰北部的格丁尼亚机场进行飞行表演彩排的时候坠毁 机上一名飞行员遇难 这架飞机在完成翻滚绕圈和一系列垂直动作的特技飞行表演之后 突然撞上了跑道并起火 相关部门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该型号的所有飞机暂时停飞 M346军用飞机是意大利制造的双座双引擎的教练机 专为高级飞行训练设计 在2016年首次在波兰使用